初中 高中 大学 春分 夏至 寒冬 当然 不能少的深秋 我叫陈秋阳 嗨 陈秋阳 这是 我第十七次跟陈秋阳说嗨 他跟普通的女孩不一样 喜欢穿校服 留长发 喜欢就摸到隔壁大学自习 陈秋阳 我喜欢你 我同样 我同样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同学 我可以在这里上自习吗 教室那么大 你在哪里都可以啊 那我可以坐这里吗 可以啊 你是五班的吧 我经常看到你 是吗 你叫陈秋洋 一般的阶子生 英语科代表 年纪切实 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啊 你们的英语老师 我们的班主任 方明 你是不是知道 他简直是各种夸你的 话说 你怎么经常来这个大学啊 过来陪我表哥打篮球啊 没想到 每次回去都很愉快 快要期末考试了 你一步复习吗 当然要啊 这不 男生都没打 他会上自己 那我们以后一起吧 好啊 这 Doctors 做那个 只剩半年就高考了 闻冻生 只剩半年就高考了 跟你说多少遍 把心思放学习上 陈秋洋 嗯 你敢不敢和我玩个游戏呀 又是什么不正经的游戏呀 你就说敢不敢好了 我 我有什么不敢的 如果说 这次期末考试 我考在你前面的话 你就答应我 做你女朋友 那要是 如果你还考在第15名的话 寒假呀 就不要和我说话了 寒冬 春分 夏季 当然 不能晓得什么秋 因为 在那个美好的秋天 她终于鼓起勇气 跟我告白了 虽然 只考了第12名 但你的寒假 我们 还是在一起了 手放下满 在那里面的画面 没有 这边的空间 是有意思的 因为我的天下 还能晓得不一样 带着这个月的宫 冬天下 是有意思的